从东海之宾到南国密林 火箭军部队对表军事训练大纲 展开了一场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 确保全时代战随时能战 开训当天 火箭军某导弹里挺进密闭坑道 展开战备拉动训练 一路上小谷敌特袭扰 卫星凌空 通过沾染区域等特情接连不断 没想到开训当天 我们训练强度会这么大 我们是一路寻军 一路打仗 而且训练科目标准要求很高 部队到达作战阵地 全流程测试随即展开 各操作号手迅速走上站位 展开导弹测试 介质加注等操作 训练就是号令 我们持续加大 实战化 实战化训练的难度强度 加强导弹生意测试 全方物测试操作 复杂困难调一下 战斗发射等科目的专攻精练 把每一个发弹员 每一个作战要素 每一个保试缓解 练墙 练精 练过硬 深山密林 某导弹旅文令而动 开展实战化演练 官兵们快速机动至发射阵地 面对卫星过顶 电磁干扰等特情 先后展开三个波次火力突击 成功模拟发射数枚导弹 实战实训是检验武器装备性能最有效的手段 也是检验部队作战能力最直观的方式 我们紧跟网络信息体系的不断发展 确保官兵战斗技能与装备性能高度融合 有机统一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对于火箭军来说 今天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 2015年12月31号 习主席向火箭军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实现从第二炮兵 到火箭军的跨越转型 五年来被誉为东风快递的火箭军 一直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火箭军建设目标的指引下 火箭军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 下面就让我们到演训场上去感受一下 寒冬时节 火箭军谋吕在冰天雪地中展开机动 官兵通过卫星凌空预警系统 快速侦查搜索敌情 成功躲避蓝军追击 临近预定发射时间 发射梯队在操作号手减员情况下 从单纯实弹发射到复杂困难条件下的演练发射 从抽足骨干精英随形发射 到随机抽点发射单元 再到整旅成建制的实弹发射 这个旅整体作战能力的跃升 是火箭军实战化训练的一个缩影 五年来火箭军部队百分之百组织过红蓝对抗演练 百分之百具备独立发射能力 战车机动越来越远 作战半径越来越大 具备全道路机动 全地域发射 全方位控制 全天后突击能力 涌现出数只百发百重力 近年来火箭军先后组织数十场跨区助训 战役演习 常态化开展无预告战备拉动 无预案抽点发射 发射各型导弹百余发 与战区军兵中密切配合 在多场景火力突击 高强度攻防对抗演练中 有力推动火箭军战略能力 实现大幅跃升 随时能战 随时发射 有效毁伤 这是火箭军的核心标准要求 为了提升核场威慑和实战能力 火箭军打造出了 天剑系列演训品牌 多支核场导弹旅轮番上阵 跨区激动 挺进戈壁大漠 南国密林 打响了一场场导弹战 报告指挥员 东东6号阵地遭敌机议打击 人员装备受损 请求启用备份 在不久前的一场发射演练中 某导弹旅在人员受伤 装备受损条件下 指挥作战单元采取 边快速维修 边启用备份的方式 一人多港检员操作 按时间节点成功发射导弹 我们以最少的号手 打出了最佳精度 圆满地完成了发射任务 目前全能号手 已覆盖我营所有发射单元 单元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 得到大大提升 要提升战斗力 就要和强敌过招 为此天剑演训不断扩容升级 打造出了未来战场的影子对手 这支新型蓝军 由导弹专家 技术侦察 电子对抗 特战破袭等 多支精锐力量组成 他们结合不同演练任务 创新几十种新模式 新态势 新课目 天剑系列演习 探索了复杂困难条件下 实案化 实战化 演训的方法路子 形成和巩固了机动巡逻戴战 射服巡逐快打 全时随机发射 等一批训法战法成果 五年来 一支支托举常见飞天的导弹竟旅 在东海之滨 岭南丛林 高原戈壁 整戈带 立兵莫马 为打造世界一流战略军种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奋勇前进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几支导弹竟旅 去领略他们的战斗风采 在不久前的一场 红蓝对抗演练中 转型后的火箭军某 洲际导弹旅部队 切离机动到陌生地域 与蓝军展开对抗 我们加强指挥筹划 机动转进 综合防抗 综合保障等科目演练 有效增强了 冠军的敌心观念和战备意识 提高了应对复杂战场环境下 部队的组织筹划 指挥控制和综合保障能力 召唤 这个旅结合部队实弹发射和战备训练实际 对某型号导弹进行流程优化 发射时间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采取最低战位 简缘操作 长时间连续升级测试 全防护状态操作 高强度密闭生存训练等方法 实现了所有发射单元 实战独立常态化 真正成为一支支撑大国安全的战略重拳 报告指挥员 1号地域发现红链机 到达我部 坐上去上空 戒陈夜色 常规导弹第一旅官兵 来到野外复杂地域 在无机关指挥所同行的情况下 独立发射导弹 电舞 电舞 做到练好单兵 训好单车 组好单元 不断提升 发射弹员 复杂困难条件下 实战能力 近年来 常规导弹第一旅的官兵 积极融入战区作战指挥体制 应对突发情况反应时间 由小时级向分钟级突破 10号保护 根据敌情投报 1号发射地域 已被敌侦察卫星证获 接到转移阵地的命令后 野外处训归舰途中的 巡航导弹第一旅官兵 迅速将导弹装箱 快速机动到发射阵地 面对卫星过顶 电磁干扰等特情 先后展开三个波次火力突击 成功模拟发射数枚导弹 现在我们优化了作战流程 做到了快打快撤 连续作战 也最大化提升我们发射单元 战场生存的几率 巡航导弹第一旅官兵 就是在一次次险局 危局 难局中 不断增加各作战保障要素的 协同作业比例 创新数十项训法战法成果 成为新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气 东风浩荡 雷霆万军 大国常见 威震苍穹 作为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 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 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火箭军正在向着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火箭军的目标 不断奋进 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